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有关欧文和蓝网的谈判,又有了一些变化。 来自知名记者Shams今天的最新消息,据消息人士透露,目前的预期是,欧文,将很快进行寻找新家的下一步动作,他会执行合同选项,然后请求交易。 同时,ESPN也报道,如果欧文,无法与蓝网达成一致,他希望球队,通过先签后换的方式,将其交易。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欧文想去的球队,包括湖人、快船、尼克斯、热火、独行侠、76人,但这些球队,都没有足够的心思空间,直接签约欧文,而且,欧文,也并非这些球队的首要目标。 此外,杜兰特的消息,也有更新。 Shams在节目里称,杜兰特过去几周和几个月,一直在密切关注蓝网的操作,他会根据这些操作,考虑自己在蓝网的未来。 同时,ESPN再次补充报道,此前消息人士们均认为,杜兰特,会积极参与招募和挽留自由球员的工作,但从最新情况看,杜兰特目前并没有那么做,这种态度,也让欧文,获得了加盟其他球队的机会。 ESPN,还说了两点,一,杜兰特,还没有告知蓝网,如果欧文离开自己,会申请交易,二,杜兰特是否开心,以及他对蓝网未来的期望,是欧文谈判中的一部分,欧文目前还剩下一年3700万的球员选项,杜兰特的合同,则是剩下4年,他在去,年,刚刚和蓝网提。 谢谢大家